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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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集里 蔡蔡和阿涛都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他们各自的挑战项目 而且这两个人之间的硝烟味也是越来越浓了 离开了广州 下一站即将来到神秘的湘西 他们又会有哪些未知的奇遇呢 出发吧 小鹏P7未知大挑战 哎呀 蔡蔡 小鹏P7的NGP好不好用啊 那用的简直太爽了 全程让我解放天性 你等一下 你也别看 我发现现在这节目组越来越会玩了 这卡片都两张一块地了 现在就让咱俩这是当面死啥子 咱是山方点火啊 要不然你是优先 别 我呢 还是比较让着你的 小鹏我都开路了 这个你先打开 哇塞 这能播吗 这 感受就是那个 对啊 对啊 就那个 不是 广州塔你不是没玩尽兴吗 裤子也没尿 我这不是想让你踏踏实体验一下吗 蔡蔡 你行 看看你这个 看就看 哎 做情谷 这个吧 湘西这三大谷迷 比起我还略知一二的 不过 看咱俩最湘西的这认识 也不想上下 谁并比谁好哪去 你别搁这巴巴跟你说 撒方尿 赶快上车走 那小鹏BG它的NGP功能 其实操作起来是十分简单的 我只需要拨动两下 这个混挡拨杆 哎 它就开启了 那在整个的行驶过程中啊 我只需要输入我的目的地 它就可以把我送到我想去的地方 其实不需要我太多的操作 只需要我扶好方向盘就可以了 那小鹏BG它的NGP功能啊 在这个跟车呢和超车的过程中 它系统判断逻辑 比较保守 操作起来也是十分谨慎的 哎 你看 蔡蔡 湘西这边的风景和广东那边 马上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 看着还挺神秘的 这情谷 我现在越来越好奇了 哎 对了 对了 我听说导演这次介绍 我们去的这个土家族村寨 特别原始 特别美丽 还有好多的阿哥阿姐哦 小哥哥啊 那我得找个帅的 给我一块做一个情路呀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有这功夫 你好好开车吧 阿操 这一路也太锻炼车技了 这太难开了 哎呦 这大山路的 开个电动车上来也真是醉了 哎 根本没有电动车往这里开 哎 你看这儿 中国土家第一寸 双凤村 哎 这是个神庙嘛 这好有特色的建筑啊 我的妈呀 哇 真有效啊 愿望全球在那边 八十财品打开 八千桌子北中央 即营两盆坐上去 包括烧酒你去找 阿尼玛尼耶 我能吃他 你也吃他 那都不说 那是哪 阿尼玛尼耶 我好朋友 你好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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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双凤村现在已经进来了 是吗 咱们是不是要开始我们的任务了 咱们的任务 但是 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感诗和那个情谷 是不是在这个村里可以找到 对 就在我们村里里 有那个感诗的 叫T嘛 老师 看了一个挺神秘的 然后 如果你是要那个情谷来 找我们头鸭的 有那个是阿妹 咱们去找一找看 走吧 I remember The way you glanced at me I remember I remember When we caught a shooting star 上哪儿找土家阿妹 这地儿两个人都没有 诶 有歌声 诶 那是不是有个人呢 阿妹 嗨 我被你歌声吸引来了 唱得太好听了 那个 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有什么忙吗 就是你知道这个琴谷怎么做吗 上来说 哈喽 你就是孙长说的那个姑娘吧 哎呀你都知道了 是的 那你知道 什么是鼓吗 啊 不太清楚 湘西的情谷呢 是我们女孩子为了维护我们自己爱情所做的这个鼓 这个呢也是维护我们自己爱情的法宝 啊 那太棒了 是不是学了之后可以绑住我的男朋友 是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他背叛了你 你就给他下这个鼓 他就永远都跑不了了 多给他下点好东西 山里面的空气还真好 这是什么 有个山洞 山洞 小说里面那些武侠绝学都是在山洞里面学到的 那里面说不定有收获 走我们去看看 那边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大师啊 首先呢要换上我们的传统衣服 必须要穿上衣服去做这个情谷 比较显身材这个衣服 这衣服还跟我挺合身 哎 妈呀 我成为一名土家的妹妹 土家的阿妹 有点卡当 这个你拿好 这个是干什么的呀 你要抓十只毒虫放到这个里面 什么 这个才是作骨的第一步 十只毒虫 你能教我干尸吗 你了解干尸吗 还真不怎么了解 干尸的话很辛苦的 首先要学上坡工 下坡工 还有转弯 以及档子很大的才可以的 你能不能做到 我能吃苦 能吃苦 可以 那我就收下你吧 这边的话给主司 上根虾 我这个挂脖子上这东西太香 小心啊 这里的话还是比较危险的 这个就是等一下你用来捉骨的道具 筷子嘛 你再加虫子 对 等一下你就用它加虫子就可以了 那我就收着往后一家 让它这个虫子有点远一些 前面怎么还有山洞啊 这是我们周胡的必经之路 这个洞呢 以前呢 是僵尸走的洞 叫做僵尸洞 里面有僵尸吗 以前是有的 但是现在不会有了 现在已经没有僵尸了 里面黑的全部都看不见 没有虫子 这些季节呀 真的很难找虫子的 是啊 找了半天都没有 这里有一只 我来给你了 快 这有一只 加上了 是 这是一个小黑色的 找到一个 太棒了 这里有一只 快快快快快快 难倒我 这身外 那就在里面了 可以打开看看吗 当然不可以了 等一下这个虫子就飞出去了 嗯 那是 最后他们几个 要在这里撕杀 对 互相撕杀 互相撕咬 最剩下的呢 就是最毒的那一只了 最毒的 胜利者 对 然后呢 我们把它烤干 研磨成粉末 就可以用了 就是我的琴舞 就做成了 是的 那我们现在下山吧 走吧 现在呢 我就给你说一下 我们 毛山树 我们提马大师的湘西呢 擀的不是神秘的 什么鬼怪 只是说 我们是个山路啊 不方便 需要靠脚力来走回来 所以现在呢 为了把我们的亲人 在外面擀回来呢 就用了我们的这个 毛山之术 一种的感思术 今天呢 教给你的这个呢 你一定要学会了 记好 学好过后呢 下面呢 到时候就要靠你自己了 现在呢 我就教你 这个主意 你听我听啊 用这个 头顿山山呢 叫它 五十二台山道筋 记得住你 起 然后起完过后呢 你还要用这个 走远 用这个剑来 去死它 对吧 这个学会了呢 你就成功了 看好看 好 起 看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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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领来 好 头顶山山天 脚踏五十四海 太上楼就有积极有利率 起 这个是苏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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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好 可以做 谢谢师傅 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下山了 我们看看这里面的虫子呢 撕杀的怎么样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慢点 哇 哇 只留下了一个 对 好大呀 剩下这只就是万毒之毒了 我们把它夹出来 放到这个上面呢 去烤制 我夹吗 对 你夹 别蹦出来 别抖 啊 再来点 可以了 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啊 啊 啊 在哪呢 啊 可以吗 夹住了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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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别走 别走 不行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我没这 啊 啊 这要自己好残忍呢 现在 到时候为了把它研成粉末 做擎骨 嗯 它想跑啊 要把它烤干 它烤已经不挣扎了现在 都烤红了 它已经熟了都 行了吧 熟了熟了 好了 现在已经变成粉末了 我把它装起来吧 来来来 扫上去 好 好现在呢 我们这个就交给你了 那我的挑战算成功了呗 是的 以后如果有臭男人 对你不好就给它吓 小峰P7啊 它的NGP功能 还能自主的进出扎道 它在进入扎道前的1.5公里左右 可以进行慢慢的减速 同时呢 变入最右侧的车道 进入扎道之后呢 还能严格的遵守扎道的限速 操作呢 也十分的谨慎 对于湘西 有着沈从文笔下的浪漫 也有民间传说的神秘 而就是这种物理看花的朦胧感 成就了湘西独有的美 像感诗和作古 也是被传说和影视剧的渲染下 把大众对这些的印象玄幻化 而真实的样子 也是在主持人切身挑战中得到了真相 干嘛呢 这么大晚上还在哪耍剑呢 通过这一天 其实我发现 还是并不是大家传说的那种 封建迷信的东西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流传已久 受人尊敬的职业 对 而且今天我去体验完这个琴舞之后 发现它也并不是妖魔鬼怪 它也是由真实事件改变过来的 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做这个事情 三哥们你好 大姐来了 这次到湘西来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 山美水美 人更美 对 大姐很美 谢谢 而且大姐你 我觉得你特别热情好客 是吧 我们湘西的人都这样 首先我要恭喜你们这次挑战成功 然后我要拿出你们下一个挑战的地方 看一下 我们一起说吧 下一站也是开封 都挺多 问你是不是百度茶的 这都是知识 你要我向哪个小哥哥帅 一会找他去学 让他叫我杨甲匠 竹马 竹马 你来看 你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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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